HELLO 大家好我是總結 今天我們出來的群台 今天我們能來到了 這邊是位於無期要往龍井的方向 然後我們這一場呢 上一次有玩過 上一次就是一直拼那個戳戳的啦 我覺得 還蠻不錯玩的 但是我們這次來呢 來這一場發現了 這個是應該是在 應該有至少兩年多前 那個兩三年前有流行過一陣子的 就是磁吸爪嘛 然後它吸螺啊 這樣子放啊 坦啊 但今天我們來到這一場 竟然又發現了 因為我們在現在在市面上 尋了很多娃娃機店 基本上幾乎都看不到 結果我們來到這場竟然發現 那我們就來 回味一下 之前的那個磁吸台的感覺吧 但是我剛好小試了一下 它吸起來放桿大概都幾乎都放原地 但是我就在想 如果我去 甩過去吸在那個頭 上來會不會直接一拍放在二樓 我覺得很有機會 但是磁吸爪 你就是 一定要拍二收啦 這樣子二收 我再試一下這一個 很好很好很好 哇這個超級時代人類 然後這個超好用的 然後他去哪裡找到盒框那麼新的 這個盒框超新的 這個全新的007 7 他要彈過來彈過來 跨著他 就是一個運氣 如果他貼著的話 我再去拖後面的 但是現在是這個也可以小試一下 放 放 放 哇不能甩打 這個 我們甩後面的 吸後面的去撞他這樣子 欸 不會吧 喔還好還好 還有壞的 這個 不會吧 還有還有 等一下 來來來來 欸 對啊我要出貨了欸 欸我要出貨了欸 結果不給我玩是怎樣 那我先 欸這邊就好的 怎樣 多多不給玩 他知道我甩他一下 撞下去絕對會出 啊不給我出 再一次 來 撞 就這樣子撞著撞著 吸 我撞 吸 我撞 出貨囉 真的他 甩在第一拍他會放掉 甩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但是我更想要前面那一顆 後面那一顆魔石 魔石真的是超級時代眼淚 而且我在 波瓦機真的很少看過魔石喔 來了來了來了 魔石魔石 摩西摩西 來 吸 那這個勒 45度角 我們把它全部都擠好擠滿 那就 這一個 看能不能像剛剛一樣 給他上去二樓 來彈後面一下 我知道了 我知道怎麼讓他彈後面 反拍 沒有反到 我想說反一下 他起來好像都放那裡 打到後面的枕頭就 往前撞了 還是說我左右這個要動一下 這有在捏薄脫的嗎 來 哇 這個霞這一下 霞爆了 又回來 重 起 放 哇 啊我知道了 被我發現了 這樣 不不不不不 逆斜甩立到那個頭 起來他會放上去 直接又上來 看對 上 有沒有 呵呵 被我發現了 好 這撞不到他 對啊 但是這個 但是其實 他幾乎我們在甩的過程中 他都放在 大塊原地 所以我們在這邊甩的話 起來 基本上應該是直接放 直接出 確定 我敢打賭 這樣子 絕對出 這樣子 絕對出 他基本上是放原地的 只要上去就拜拜 來 逆一下這一顆 中 起 過去 油比較過了 然後我直接脫模屎吧 中 我轉 都平了 對啊 都平了 都平的情況下我們就不知道囉 吸 起來 放 來這一顆007 出來一下 來喔 可是我發現他好像吸卡針他往前丟 吸卡針往前丟 但是就幅度 沒辦法大到會出貨的那個大樓 pont 現在才來有用嗎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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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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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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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沒東西 直接這樣子 出 我又看到了 不是啦 不是啦 你要過去 你要過去 因為我在想 如果我逆斜甩逆那個小海螺上去 它會滑在那個Hello Kitty 過來在這門 我是這麼想你 算了 吸這個腳吧 那我吸這個咖針 哇 它貼著就有了 真的貼著就有 但是就 補幣中 對啊 難講了 為什麼補幣 來 看誰補誰 來 看誰補誰 它如果再過去 磨死或誰拖過去 我直接甩 因為我們這個高度 它拍在那個鍵 它起來 它不會有這樣子放的感覺 它會直接起來 接近快一拍直接放洞口 但是就是東西要去後面 這樣子我們在打的過程會比較保險 吸小海螺會不會上去 會 對 哇 一次吸兩顆 我再吸一下磨死 哇 現在有點 它到底會不會倒咧 哪一顆 會啊 這樣就倒了啊 吸它屁股 來了 這個超完美 然後磨死再一下 不然這個 它膩起來 它那個007 絕對上去 我直接007了 有 007起來 它會直接上去 上 有了 來了 直接 鳥叉 來 來 這個先過來 這一顆我只是為了保險起見 想要讓它過來一點 不然通常我們這個甩幅 拍那邊的時候 它起來應該是直接放洞口 就像我們剛剛那樣子一樣 好來 不然用一點微微的吸力給它吸進也可以 它差點錯掉 差點 嚇死我了 這一波 但是這一波我們是真的打比較多一點 我們打到五六百去了 但是我們打到五六百就是為了剛剛那一波 但是我們打到五六百就是為了剛剛那一波 來喔 來喔 我最後一吸 我吸兩顆 吸不起來啊 唉唷 因為我印象以前我們在玩磁吸 我們曾經有這樣子吸兩顆然後出一顆的 因為它沒辦法它磁力可能有限 沒辦法一次吸到 喔 再一次 你就這樣子 啊 我的魔死啊 啊 喔 Very Beautiful 吸頭不管 這是在HELLO 喔 這個 我吸這個角度好了 吸這個角度起來能不能放這裡打出來 哇 喔 有了 這個高度雖然還不夠高 但是應該可以 這角度更完美了吧 欸 欸 啊 怎麼吸到它 哇靠怎麼吸到魔死啊 雖然我是比較想要出魔死啦 但是 哇 啊這個咧 沒有 啊 好 哦 能不能 哈哈哈 啊 ably 僅限於拉位置 站著啊你 这一波就有点难过了 没办法因为我们真的打了四颗了 里面的真的变太空了 你看我们这四颗我们没有更多的改变的空间 就只能一直空打这两颗 空打这几颗 但是你这个磁吸毯你用空打的方式要出难度绝对会很高 已打了啦 想说黑色的他应该有机率不过了说 可惜了可惜了 没想到我们最后一个吃饱了 因为老实说这一台的保夹是真的颇高的 我们一颗至少喷了一千多块 OK啦 偶尔也是要让台主大赚一下也不错啦 那我们这一台就算是久违的磁吸啦 反正很久没完了我们就试一下 虽然一开始都有出货 后面也有一颗打到六百多 但是第二颗少少出 结果没想到我们最后一颗就直接从零吃到一二八零 直接大喷啦 但是没关系啦 至少我们算是又体验了一下磁吸台 就这样吧 重新体验一下也不错啦 好那这次我们就夹这五颗吧 我们再寻一下其他的 好那我们来寻一下下一台 这一台呢他台主上面有放夹送 有加5啊加7的 那我们看有没有机会拼个甲5啦 呃有开爪去 等一下我先打一下 哎呦4秒3秒 没打 起按 加个5应该是有机会 二手 起 再推一下 推得到 哇 5秒 4秒 3秒 2秒 推 哇靠 下去啊 插下去啊 全部给我下来啊 把它全部做好做满 应该可以夹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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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不用在那边耍帅了 下来吧 下来吧 越推越死啊 枯啊 哇 哇塞 哎 绕到了哦 哦哦 快了快了 哇塞 哇塞 大斜坡 哎勾到了 嘿嘿嘿 来了 都全部把它拖好拖满了 逆 嗯 哎呀 逆一下就有啦 前面斜坡 先不动 哇 二手 坡 哇 哼 哎辅啦 那直接吃后面的那一个 恐龙 翻过去 恐龙 翻过去 水 OK 有了 开始有出货了 中 恐龙 二手 起 恐龙 上 啊 哦呦 有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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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上去应该就有了 直接出货 出 哇 哇 这下是真的服了 吃到 过去 二手 二手 有些 哦 还好 黏了一下 因为它上挺是真的有点久 可以噴回去 二手 可以啊 这只恐龙再起来 二手 有 五蚊灯 卡爪 有了吧 恐龙 二手 二手 合 没合到 后来全包了全包了 一 二 彈 彈 总 总有了啦 几个了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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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四个了 没有 三个 但是还好啦 我们后面出这些就好啦 看这些有没有办法黏一下 这个应该有办法黏出货了 拨一下 出 拨一下 出 有了 那这个上面的下来一下 有了 来了 这个 全包 带一点黏 好可怕 屁嘞 本来要出货的 可是那个捏薄你会很尴尬啊 那个太轻了 因为它的上挺很久想要拼一个黏 刚刚有很多的都是黏出来的 来这个 好了就你了 地毯 勾一下 再勾一下 有了 有了 终于勾到了 虽然这边好像也可以再出 还是可以小出一下 因为它五档 来 来 一 二 黏 全包带一个黏就好了 来就是你了 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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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反正我们后面是单纯 想把它打出来而已 那个很重 这个不知道是啥 好 那我们最后夹这个大工程 把它平台打掉了 看它会不会一个黏 就出来了 我觉得它会黏出来 只要让我包到一次 就是 闪过旁边的 捏 最后一包就是 全包 来 一 二 怎么没有 再一次 一 二 再一次 一 二 有了吧 好 完美 Happy Ending 那我们总共夹7 那我们也是直接拿那个夹7送好了 因为台主这个夹7送还不错 这个是一个Hello Kitty的 它是写干湿两用旅行袋 蛮不错的 你去玩水啊 或者是去郊游啊 去旅行 它都非常的适合 因为它又防水 而且它容量应该也蛮大的 还不错 那我们就跟台主拿这个 夹7送的Hello Kitty袋子吧 那我们去把今天的东西稍微 集中一下 好 我们这次总共就夹这样子吧 这个5颗算是圆盒 圆盒的3C 然后还有这边夹7 最后夹7送这个Hello Kitty的袋子 今天总共就夹这样吧 好 今天整体呢 我们一开始打那个螺 其实第一颗好像蛮少少出的样子 然后后面又出了两颗 还是怎么样 我也忘了 我只记得最后一个是保夹 最后一个保夹就基本上就喷回去了 而且是全部大喷 打这5颗可能有超过2000 但是没关系啦 我们就当作是回味一下磁吸台的感觉 那最后呢就享受出货感 夹7送 还可以拿一个Hello Kitty袋子 那这次想要抽什么呢 抽这个时代的眼泪其中一颗吧 有海螺有007 魔石 还有这个三眼怪 这三眼怪当时也有出一阵子 也是蛮行的 蛮特别的 那这几颗来讲的话 应该是三眼怪跟魔石最少见 我们最后那个时候在拍片的时候 还有偶尔看到这个007 但是这个魔石跟三眼怪就再也没看过 这次难得一见 那我们就抽其中一颗吧 不然就魔石吧 因为我印象魔石它的那个 它的音质啊什么的 它CP值算是蛮高的一颗 蓝牙音箱 但是里面实际的内容物 我也忘记它长什么样子了 就让大家回去自己猜看看吧 那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一颗 不见不散魔石抽奖送给大家 那这一颗的抽奖方法也在片尾 大家就看一下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丢你的方法 我们见见拜拜